7月4日美国独立日傍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双师共舞热闹非凡 位于包斗罕公园市的兄弟卡车修车厂龙门开业 兄弟卡车公司总裁张强表示 作为第一代移民 从人生地不熟到现在的努力创业 选择美国国庆日开业 就是想在创业的历程中发扬美国精神 大家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美美卡车运输协会会长关羽 及沃尔沃汽车公司代表等嘉宾与员工 司机家属近百人欢聚在开业典礼 成立于2005年的兄弟卡车公司 至今已经17年 从开始的一台卡车起步 发展到现在30多台车 近20台车挂靠车主的规模 离不开公司总裁张强的创新 开拓的勇气和魄力 更离不开所有公司员工 司机和车主多年来的努力 公司经营理念就如同公司名字一样 是员工 司机和车主如兄弟和家人 有难同当 有乐共享 就像在美国的一个大家庭 从事这个卡车行业17年 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修车的问题 就对我们华人来讲 如果说去dealer花的时间太长 钱又很多 特别是我们华人开始的时候 语言还不行 所以说呢 我就有个想法 自己修自己车 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 我想能够帮助大家 我们华人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欢迎各位华人卡车业者 可以到我这里来免费检查 发现问题我们可以帮你解决 解决不了的我们还可以给你出主意 经过这两年的疫情 这个物流或者卡车业 对于美国经济起到了 特别重要的作用 尤其我们华裔在这个运输 这个卡车运输方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那个每一家都增加了很多车辆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对于卡车方面的维修 显得特别的迫切 那这个Brother Transpitation 兄弟运输公司 适应了这样一个好的形式 开了这个新的这个修备厂 服务我们广大的华人司机 多族裔兄弟姐妹在欢歌笑语中 品尝了丰盛晚宴 还进行了大奖为笔记本电脑的幸运抽奖 夜幕降临 大家共同欣赏在院子燃棒的多彩樱花 度过了难忘而值得记忆的时刻 瓦夏电台记者 报道往公元市采访报道